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达勒姆星期六遭到了相当沉重的打击 我以为比较沉重 在达勒姆过去我们分享过几期节目当中 他几乎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把有关萨斯曼 这是希拉里的律师 斯蒂尔 这是通俄门的丑闻 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 帕金斯的民主党的律师楼 然后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 其实是四伯人能数出五国来 因为萨斯曼就是希拉里的 2016年竞选团队的律师 所以他是四伯人 关键当时他一个很致命的东西呢 就是他把他们四个连在一起了 所以他们是合并 合谋在一起 来摧毁盗取美国2016年的大选的结果 而且攻击的另外他的政治竞争对手 川普 这是当时达勒姆用了大概 我们分享过四五篇吧 他基本上是在这方面来做成的 像法庭陈交的文件 基本上也是这个方式 所以他就把单一的一个萨斯曼的案子 单一的通俄门的案子 给他合成一个案子 完全合成一个案子 当时很多人也对此表示非常的震撼 就看到了希拉里会被弄出来 因为你这么弄的话 就是这四伯人背后是谁 然后果不其然 果不其然他被干掉了 他被干掉了 后面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达勒姆还有什么回旋的余地 被干掉的就是律师 就是法官Coopers 这是地区法官Coopers 而地区法官的Coopers 是奥巴马任命的 所以很显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场面 萨斯曼肯定会死掉 斯蒂尔肯定会死掉 但是呢 那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 可能会被再次被罚款 那是一个机构 但是会确保 希拉里克林顿不会出庭 会确保奥巴马 整个这一拨人不会露面 所以法官做法 是非常有效的保护 希拉里克林顿 这个客官就 他只要把这一切了 希拉里就不用出庭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内阔的故事 那他里面呢就这么讲说 法官不认为 他们之间是相互量在一起的 法官不否认 他们之间有着一种 可以说明的信息跟证据 但是呢 证据不足以把他们 穿圈为是一个完全阴谋 就是这四拨人 穿在一起 营造一个阴谋 而这个阴谋 是为了摧毁 当时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川普 这个阴谋的本身 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基础上 营造出来 而这恰恰是达勒姆争取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挫折 法官的判决 有效的阻止 希拉里出庭的可能 也非常有效 而他阻止的原因就是说 禁止达勒姆的相关这一部分的证据 在陪损团面前进行展示 进行展示 所以这就是基本上这部分内容 我没有看到 达勒姆有什么反击的机会了 没有看到 达勒姆必须被限制在法庭上 展现他的证据 那他们之间是议题的 就是萨斯曼跟斯蒂尔本身是议题的 和萨斯曼跟希拉里是一伙的 那这里面下面就回复了整个案子的本身 我们刚才回复了 然后包括高科技公司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也和也讲过了 包括帕金斯的 帕金斯的这个律师楼和全国委员会 那然后他就提到说 奥巴马任兵的联邦地区法官 库普星期六 24页的条文中 限制了达勒姆这一份相关的证据 他就是缩小了 限制了他的证据 首先 萨斯曼没有被指控有阴谋罪 就说 你并没有 你 这个达勒姆并没有说 萨斯曼本身就是一个主导阴谋的人 他是个干活的律师 阴谋是在 阴谋如果追的话 应该是在克林顿身上 希拉里身上 他就说 如果你指控了他犯有阴谋罪的话 才可能 那很显然 达勒姆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再往上罪加一等 阴谋罪 阴谋罪是放在了希拉里跟萨斯曼身上 萨斯曼是执行阴谋的 不是创造阴谋的 那正是用了这么一个前后的次序 法官给他否了 说 可以在某种情况下 可以将供谋者引入审判 被告在起诉初中 没有被正式指控相关的供谋罪 所以相关供谋罪没有指控 广泛展示 这种阴谋的证据的本身 会给陪审团带来相当大的混淆 分散人们对具体问题的这种注意力 还用这个借口 其实达勒姆是用这个东西呢 来讲陪审团 引起陪审团关注 然后陪审团就会要求更多的证据 按照一来一去的话 那更多证据可能达勒姆就会迫使 希拉里出庭 出庭 所以都是在一个看见问题上 一个正门招 一个往右掰 一个往左掰 就把这事给掰了 因为那律师特别检察官 同样要听法官呢 没有提供证明 萨斯曼犯有特定的罪名 和和谋的概念 而达勒姆是把他们的电子邮件 跟通信网来给放在一起了 来论证这种说法 这些都是我们跟大家讲过了 对这种说法 那法官说法院将行使 这个叫什么 着处权 不进行所需的广泛的证据分析 那发现现存的这种相互关联 以及谁可以加入来 不往外外延 这正是这个达勒姆要准备外延的 因为这就是希拉里的问题 我们多少次节目就也讲过了 然后他没否认 他说特别顾问有一些证据 他们努力向媒体跟其他传媒 表示川普跟阿尔法之间的关系 但这些冒险跟故意参与的这种轮廓 不是很明显 就是他提供了证据 但是证据呢 在我法官的判断当中认为不太确凿 就是是我不否认你 但是你按照这个方式 你去给他定罪的话呢 我也不接受你 所以我眼睛里 这是成功的去保护了这个希拉里 相信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多少时间 能够使得萨斯曼还有机会 这个达勒姆还有机会 或者达勒姆手里面 还有多少更需要可以补充的资料 能够把它往回来 但时间就是这样 因为可能一旦一旦16号开庭之后 情况就完全就更不一样了 下礼拜一嘛 今天是9号 萨斯曼律师称说 他们之间关系什么 FBI什么都是 这是国家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不应该公开的 达勒姆说 那萨斯曼没有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 所以应该是OK的 他是故意诽谤川普的 这些我觉得问题不大 问题的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能够连在一起 那你现在的关键问题 就是达勒姆能否找到新的 手里有新的证据 让法官没有任何借口 从而使他们关联在一起 而不容易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